韩国人亲女团小女友Gfriend 年初才庆祝成军六周年 怎料日前所属经纪公司Source Music 却突然宣布 指出六名成员和公司长期的讨论后 决定不续约 未来将各走各的路 让粉丝相当的差异 而日前韩明就报导表示 Source Music已经提交了Gfriend的韩文 与英文名字的商标权的申请 此举动也被怀疑 难不成双方已经撕破脸了吗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指出 Source Music分别于2015年的1月23日 和今年的3月11日 申请了有家亲骨与Gfriend的名字商标权 而此举也代表了Gfriend的六名成员 将来要是使用Gfriend的团名 或是唱了Gfriend时期的歌曲 都很有可能得向前公司讨论 甚至付版权费才可以使用 许多粉丝看到消息后 都震惊且不竭地表示 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那他们以后还能用Gfriend的名字活动了吗 连团名都抢注册 这根本就是撕破脸了吧